大家好,今天是2010年的1月10号 现在是上午10点12 看外面的雪大不大 我的这家Rancy,Rancy Run 这个是我的工作是送外卖 不知道今天会出现是什么样的情况 先把今天早上的情况记录一下 这个雪是很厚的,现在一直不停地在下 是外面的雪,是这样的 送外卖是我的工作,今天要有这样的雪天 送外卖对我是一个挑战的 这车是比较旧的,它也不是防滑的 也不是世人驱动的 看看我今天能做成什么样的 希望今天能够没事,能够安全 今天这个学校全部停课了 然后呢,这个车现在我开了暖气 血还是化不掉 所以是这样的 水还不停地在衣服里边下 暖气是开的最大的,你看这个脚下的雪 进来车门没关好 车窗里面下来很多的雪 很大的雪 路今天没有缠雪啊,你知道吗 这个是很麻烦的 平时有缠雪,今天很多地方都不缠雪 所以慢慢的开了,先这个车子先吊一会儿火 看我今天自己啊 今天自己是怎么样 然后呢,还有四天过年了,也是情人节了 然后也是一个很spesh,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反正也是一个很难忘的日子吧 对很多时候事情来讲,有很多难忘的日子 然后呢,我希望今天能够安全地度过这一天 然后呢,就从事最好的事情 我希望你这个,之前这个,出这个事情啊 希望以后能够平衡,不光是我跟你说你都很好了 哎呀,心里很紧张,哇,又下大了 看一下,有多大 外面飘雪,飘得很大 这个是我做工的地方叫Rency Tennislesser Run 这是我在美国遇到最大一场雪了 很大很大的感觉 好了,再留下自己的影片 今天早上也没有弄了 摩斯方家也要弄完了 头发也很长,没有剃 本来说是昨天我,让我换成我 昨天休息就没有了 啊,太可怕了 哇,看一下再看一下,过来 很大 好了,这是车,老板的车子 其他就没车了 试试我了,要进去